我就喜欢看你这眼神 等一会儿 我把你这对眼珠子给挖出来 看你还怎么狠 贝勒爷 我错了 贝勒爷 我错了 贝勒爷 我错了 小子 爷又救了你一命 咱明天干什么去啊 明天咱们接着给你找娘 怎么找 这个 有些人 你不许是 你无许是 你不许是 这那就是 发生着 保险 保护 你无许是 他先行到 让他往哪儿 然是 便宜 这 进口 我 都不许是 你 就凭这么一个胭脂盒吗 阿易 这可是个宝贝 咱们从关外 一路流亡到京城 不就是为了 能找到你娘吗 我是来报仇的 为当年村子被徒儿报仇 不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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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村子被图都已经十年了 再说那些人那么厉害 咱们 咱们就不报仇了 好不好 不好 好 就算你想报仇 可咱们到哪儿去找那帮人呢 神机营就在京城 我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这 这东西您哪儿弄来的 先生 您认识这东西 这东西林中秀字 中西合璧可不是凡物啊 这上面有字 这雕刻着杨文的 林花女儿胭脂盒 我早年在宫中 跟我师父见过一顿 是西洋贡品 是大不列颠进贡来的 您说这胭脂盒 它是一对 是啊 这贡品一同来了十二对 每对上的杨文 都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故能寻许 这可不是瞎说 闪开 这东西绝对是宫中 留出来的贡品哪 私藏宫中贡品 果然是乱党 爷 你可别这么乱说啊 这东西不是我的 是 是他们的 我找的就是他们 小子 前日你拒捕欧差 今天我看你还往哪儿跑 好 你只要敢动一动 我就将你们就地正法 你不再拿那个 脏物没收 把人物带走 好久不见老朋友 好久不见 咱不是说好单独交易的吗 对 除非 大致是除非 很危险 你不就是个除非吗 老子要的东西呢 老朋友 这回你要的军活太多了 这些钱不够 什么意思 钱和货我都带走 等你把钱堵齐了 再把货给你 吃黑呀 吃黑呀 黑吃黑 那你带的人手也不够啊 身上埋伏的两个枪手 也太不专业了 老子给你赌一把 打 麻烦你以后多花点钱 请点专业的呀 本货 你想这么一样 半价 半价 半价已经不少了 把枪都给老子扔过来 好 怎么这么慢啊 我看 也别半假了 不就是黑吃黑吗 不是 你 不是 我说你 你小子 你能不能讲讲规矩 门狗啊 要我说 怎么着也得给他们长长记下 不是 那你想干吗呀 收获 我去 脑子胳膊断了都没啃声 你小子找死是吧 兄弟们 给我打 打 给我打 你们 你们要别打死就行 别打我们家阿姨 给我打 继续打 继续打 打狠点 住手 杨副尾 他们什么人 表少爷抓回来的两个乱打 乱打 贾长安又乱扣乱打的罪名 公报私仇吧 这回还真不是 这两个乱打昨日殴打官差 今天被表少爷带走之后 给他们抓回来的 没有 贾长安 你抓的到底是什么人 乱打啊 乱打会有这个 哪儿来的 从他们身上搜来的 没准是偷的吧 偷的 你觉得有人能偷崇利明贝勒的名帖吗 就算是崇利明的 你觉得他会为了这两个乞丐 跟咱们布军统领衙门翻脸吗 贾长安 你以为 你能代表布军统领衙门吗 杨真 你不过是个五品布军父位 说话呢最好注意点 统领大人不过是你的表舅 我想他不会因为你而开罪贝勒爷吧 太后近日下了密诏 我表舅身为九门提督布军寻补统领 凡有乱党嫌疑中 皆有先斩后奏之专权 这俩人 有乱党嫌疑 我没将他们救激政法 就已经是很给他崇利明面子了 无论如 这件事我还是要告诉贝勒爷爷是吗 杨真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杨幅大少爷了 你的那些事别人不知道 我可是知道的 你注意先 小 跟他说 我当然想要你 我歌了 你这就是什么 我nto 你会不回声 你怎么会要做 我才想要做 就好 你和我说 我去打扮 我说人家 你够了 动人了 我的确给了一个 很有趣的小子 特有事了 他被不军统领衙门 当乱党给抓回来了 乱党 我上次在老码头上 已经晾过身份了 不军统领衙门 还敢动我的人 谁这么大胆 不给我面子 贾长安 怎么 你是不是觉得 自己的眼神很有杀气 狠点 再狠点 我就喜欢看你这眼神 等一会儿 我把你这对眼珠子 给挖出来 看你还怎么狠 你 你们什么人 神机营办案 闲杂人能闪开 站开 等会儿 等会儿 杨真 你毕竟在这个 布军统领衙门里面当差 你参与进去可不好 哥 没事 我不怕 什么没事 你先回家吧 我接完人了以后 去杨府找你 放心吧 你们敢抓神机营的人 是不是想死啊 误会 全 全是误会 我这边胳膊已经废了 要了 就到这边吧 人呢 人 后边 在后边牢房呢 能忍着吧 我倒要看 你什么时候还出声 住手 警方处理 尔等竟敢擅闯 别人 别人 来 董事 你 别人 别人 extension 你再就 你以为你 你准备 你 别人了 你 好 这就是要压死你 这儿是布军统领衙门 布军统领衙门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可别忘了 我家爷是满洲正白旗 世袭郡王贤 多罗哲敏贝勒 就算你崇利明 再厉害也不能在这儿打人 我 天哪 可颜辛 你听到他说什么了 他说我不能在这儿打人 你 你 打死你 估计芮真连个屁 也不敢放了 贝勒爷 我错了 贝勒爷 我错了 贝勒爷 我错了 小子 爷又救了你一命 我说啊 这个你还是拿着吧 我不要 为什么呀 根本就没有用 你放你的屁没用 吓唬你再拿铁的时候 你直接说 你是我额尔基崇利明的人 绝对没人敢动你 行 不要算了 你小子不是说不要我 谁说不要 走